17岁那年 他成为孝文九编的巷门胡子 32岁那年 手握重兵的他 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接下来的十余年间 他刚为鹰犬 成勾矩一方的封疆大力 61岁那年 坠落得暴汉身亡子孙 被屠戮殆尽的下场 他既是明朝的罪人 又是清朝的叛贼 拨开历史的迷雾 当初的那个孝子忠臣 是如何走上了这么一条不归路的 公元1643年的正月 31岁的吴三桂 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大明王朝千疮百孔 他镇守的宁远城 是大明在关外最后的屏障 他即麾下的三万关宁铁骑 成为帝国最精锐的军队 崇祯皇帝对他恩宠无限 不仅授予他宁远总兵的重任 还将色意双绝的陈远远赠予他 但另一边 多年前在战场上 对他赞不绝口的敌人皇太吉 如今已成为大清帝国的创建者 他的舅舅祖大寿 及昔日好友不将多亿归附 在收到舅舅的劝详信后 他不禁陷入了深思 是继续做大明的贤臣孝子 还是改头清廷安享富贵 无森鬼犹疑未定 他怀着复杂的心情 给祖大寿回了信 祖大寿连看都没看 就转交给了皇太吉 皇太吉随即回了这样一封信 你的心思 我都已了然于心 希望你不要犹豫 再错失良机了 无森鬼沉默无语 看了看京师的方向 山羽欲来风满楼 该给自己留条后路了 他心想 千里之外的城镇 却没对这位吴总兵猜忌 因为时间 已经不容许了 他再如昔日那般猜忌尘了 关外 清军绕过宁远城 直奔京师沙来 耗费数带君臣心血 打造的关宁防线 再也没有了战略价值 此进城外 西北反贼李自成以兵临城下 大明王朝面临轻浮的危机 而能解除这次危机的人 是离京只有三百里 麾下尚有三万关宁铁骑的吴三桂 公元1644年3月5日 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秦王 兵令吴三桂火速入京 按照正常的行程 吴三桂只需要两天就能抵达 而这一次 吴三桂却磨蹭了八天 这一路 他盘算了许久 关宁铁骑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怎么能为气息奄奄的大明殉葬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摆出进京秦王的态势 却一路拖延 做官局势变化 当崇祯帝还在金兰殿内 对关外望眼欲穿时 李自成的军营篝火 已经将京城的大半个夜空映照得亮如白昼 被他寄予最后希望的吴三桂 正踏着早春的袖色姗姗来迟 吴三桂估算得很精确 3月22日 他刚刚抵达京郊玉田县 就传来了京师线路 崇祯帝语殉国的恶号 君王不存 吴三桂和麾下的这支队伍 就没有入京秦王的利用 于是他调转码头 率军返回到山海关 他知道 无论是紫禁城的新主人李自成 还是清廷的实际掌控着多尔贵 甚至是只剩下江南半壁的大名 都不会舍弃他这么一支实力强劲的力量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吴三桂在李自成与多尔滚的拉拢中举气不定 直到有一天 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气血上涌的消息 他的爱怯陈圆圆 他曾经拼尽全力才救出的父亲吴湘 以及全家老小七十余口 全部被李自成录为人质 失去了朝廷 他尚且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但失去了心爱的女人 挚爱的亲人 还有什么面目称雄 身负国恨家仇 吴三桂转身向多尔滚求助 直到此时 他心中还残存着一丝底线 此局只是廉亲灭后 他还是大名的忠臣 但他明显低估了多尔滚的智商 在与吴三桂达成出兵协定后 多尔滚按兵不动 只待他与李自成在一片时血拼的天昏地暗时 多尔滚突然率部从李自成背后杀出 在双方的夹击下 李自成兵败如山倒 最终在亡命湖北时身手异处 李自成 这个转战千里席卷了半个中国的西北汉子 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机关算尽的吴三桂 也不算赢家 他的哀怯在战乱中失踪 全家被李自成斩杀 他倚重地关宁铁骑 也在厮杀中伤亡殆尽 最大的受益者 无疑是多尔滚 在收拾完李自成后 他逼迫光杆司令吴三桂归顺 随后挥师南下攻入京市 将整个大清朝廷 从关外的圣经迁都至北京 一举奠定了大清二百余年的基业 在得到清廷封赏的平溪王的封号后 吴三桂也失去了对前朝仅存的眷恋 替发一幅化身鹰犬 全心全意追杀各方势力 不停地用同胞的鲜血染红头上的顶带 围表忠心 期间他对抗清力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为真实反抗者动辄屠城 最后 吴三桂以其特殊功勋得以镇守于难 清廷对他的封赏也达到了空前的封后 吴三桂不知道的是 在他肆无忌惮地挥霍着权力的盛宴时 京城里 一柄凑亮的屠刀 正闪耀出令人胆寒的刀锋 那柄屠刀的主人 是一位十九岁的少年 也就是日后玉满天下的康熙皇帝 公元1673年 康熙帝先后下诏才撤 平溪王 平南王 靖南王 三位藩王所辖的兵权 史称撤三番 兵权是吴三桂的命根子 这个旨意让吴三桂如坐针战 为清廷南征北战戎马半生 这才替子孙攒下这份基业 如今一纸诏书就收回了 当年十一月 吴三桂自称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 兴明陶鲁大将军 联合其他两番王 以及盘聚在台湾的正式武装 集合各路人马七十余万 举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大吉 为打造绳势 吴三桂还号称 拥立前名的诸三太子兴明陶清 并打出共举大明之吻物 七桓中下之乾坤的口号 一时间 各路官员纷纷响应 孙延龄在广西反叛 靖南王耿京中在福建反叛 吴之茂在四川反叛 王府琛在宁强反叛 甚至台湾的政津也渡海西征 进入福建 如此局面令清廷错不及防 康熙帝甚至在八旗勋贵们的建议下 萌生了退守关外的心思 然而 吴三桂的一个奇葩举动 为康熙帝出一个翻盘的机会 吴三桂率军一路高歌猛进 眼看就已占据东南半壁石 他自信地认为 康熙帝会被眼前的局势吓倒 不过部下的劝阻 给朝廷写了份奏章 声称自己不是真的反叛 只是想保住平溪王的利益 故而请求停战 虽然没有人能猜透 吴三桂的真实动机 但这个举动 已经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年少的康熙帝 显然比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头更清晰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迅速调整了战略部署 第一步 集中所有的军力对抗吴三桂 对其他反叛势力则以招负为主 如此那些原本观望的势力就此被平定 第二步 瓦解吴三桂的势力 吴三桂在东南立足未稳 而这场抗争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尤其在其麾下 汉将王俯臣被招降后 吴三桂的军心已经动摇 第三步 下诏将留在京城为人质的吴应雄 及长子处死 其余子孙燕戈后入攻为农 彻底断绝了吴三桂的希望 在对手一连串的打击下 吴三桂昏照叠出 公元1678年 自觉时日无多的吴三桂 匆匆在湖南衡阳登基城地 建国浩维州 如此一来 当初起兵时提出的新名陶鲁 就成了笑话 原本对复明抱有希望的人 纷纷散去 局势越来越不利 同年秋天 做了五个多月皇帝的吴三桂暴毙 其孙吴世凡率部撤至云南 三年后 云南被攻破 吴世凡自吻 骑步下六千余人投降清廷 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乱 终于画上了血腥的句号 纵观吴三桂一生 既是一个精明的投机者 又是一个拙劣的表演者 在抗清最激烈的时刻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要始终新潮 对各地抗清义军 极尽镇压之能是 天下安定时 他却又要心明讨清 一系列感动了自己 尴尬了观众的自我表演 让世人看穿了 他建立妄议反复无常的本性 最终惨淡收场